美国里根号航母抵达了韩国 韩国釜山港 这个里根号对韩国的访问 有可能持续四天左右 时间将会与 期间将会与韩国的舰艇展开互访 这一系列的活动 也就是继米米兹号访韩之后 再次由美航抵达韩国 里根号抵达釜山港口 韩国大肆宣扬 同时朝鲜的朝中社发表一篇评论 其中就指出朝鲜军队 可以直接对美国这艘核动机航母发起攻击 这是非常罕见的 朝中社的评论说 美国把各种核战略武器 投放到可能长期存在军事冲突 可能性 以及核战因云密布的朝鲜半岛 这就是在把朝鲜半岛的局势 往无可挽回的局面推 这明显的就是挑衅 对于美国派里银号抵达这事 评论也是表示 美国把能够打一场战争的核动力航母 开导朝鲜半岛海域 说明美国对朝鲜的某些企图 已经系统化 可视化 至于是什么企图 他们认为就是美国可能对朝鲜进行核攻击 美国这个举动让朝鲜半岛的核战争成为现实 评论也是毫不客气的说 可以直接对美航母进行攻击 按照朝中社的相关报道 朝鲜遭受核攻击 或者即将遭受核攻击时 是允许朝鲜军队采取标刑了 还警告美国 美方应该意识到 它的大型的战略资产就是航母 进入到一个十分危险的海域 朝鲜呢 现在发出直接警告 可以干掉这次航母 这其实也在警告韩国 美国角度看的 把核动力航母开到釜山 表明韩国这个盟友是我的小弟 我来支持 其实和航母开到以色列是一个道理 朝鲜半岛局势呢 其实离中国还是比较近的 中国 实际是美国人在中国周边在点火 这已经不是一天两天了 现在要把战火烧到产业半岛 这里边 半岛局势 中国还是看到了朝鲜和韩国 其中韩国在忙着抓一个机会 就要和美军一起演习 这也看出他在寻求 主动寻求 半岛的主动臂位 这么一个现象 不管是美国的目的 韩国心思 这次把美国核动力航母开到釜山 朝鲜的强烈反应 其实意料之中的 但是从现在看呢 战火暂时还烧不到万能 咱们说韩国人啊 现在非常生气的一件事 就是中方领导人没有先访韩 也就是说他正式拒绝了啊 这个出席一带一带峰会了 那就韩国领导人不出席啊 那也是等待中国啊 习主席先去韩国啊 韩国的大使也说啊 必须中方先访韩 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呢 这个韩国外交部啊 对俄罗斯媒体说 由于中方没有发出正式邀请 韩国决定不派遣代表团 赴北京参加一带一路峰会 根据韩国驻中国外交官的消息 韩国不派代表赴北京参会的真正原因是 这个本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 邀请了一带一路成员国元首级别的人士 但没有一位G7国家 或者其他主要西方国家领导人参加 这个对首尔的决策造成影响 也就表明了隐缺政府对华政策 改变了啊 也就是说韩国不参加中方举办的高峰论坛 主要是考虑西方的主要大国要保持一致 那西方国家领导人不参加高峰论坛 隐缺自然也不考虑参加 那中方没有对韩国发出正式邀请 恰好被当做一个台面理由 那第一届和第二届高峰论坛 韩国都是积极主动参与的 现在情况啊 说是中方没有邀请 这就不几乎不可能啊 主要还是要用行动向美国要表态 美国把航母派过去 往深了说 韩国应该是 有别的考虑 就是在中韩高层互动上 隐缺政府一直希望中方领导人先访韩国 他曾经亲口说过 只有中国领导人访问了韩国之后 他才会考虑是否出访中国 韩国现在态度也是一样 就拒绝参加这峰会 就是提了中方 韩人社采访这个韩国驻中国大使 叫郑在浩 说呢期待中方领导人 能在明年内访问韩国 他还特意提到 14年开始 中方领导人9年没有到访韩国 使馆方面认为呢 中方领导人率先访韩 这个应该是要 要让中方先访韩 那才是最好的 使馆方面将继续推动中韩高层交往 谋求促进双边关系 将发展的方案 这个显然中韩高层往来 与韩中关系的发展 这个事务上 韩国出于某种 不可理喻的心态 你想想这就是 为难你 实际出于面子 摆出一副高高再上架了 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呢 发展对台关系 不是最紧要的 就习主席非常忙啊 如果韩国不能明白这一点 不主动的 给持续低伍徘徊的中韩关系 做一些极有效的行动 那么很多对中国外交的努力 都会无用功啊 所以其中道理很简单 中韩关系发展预速的处央 银预速还是隐穴自己 亲西方亲美国 你这套战略 那美国呢 是希望通过美韩同盟 对吧 还有美日同盟 构建真正的美日韩同盟 就在全球供应链半导体 等等芯片啊 要等于是包围中国 过去一段时间内 韩国美国达成许多合作 那都是对中国的 国家安全的威胁啊 那中方是根本就 没有考虑过韩国啊 所谓的要访问韩国的 可以预见啊 就即使中国出于 稳定中韩关系考虑 主动对韩国释放善意 也不可能中国习主席 去你韩国访问 对吧 就必须你得实行改善以后 对吧 而且带一些这个 咱们实行动作 改变你配合美国 遏制中国的意图 否则一切都是 中国不可能 习主席去访问韩国的 就在现在这个情况下 就保持基本的 外交礼节尊重 我觉得中国是可以的 但是你要让习主席 率先访问韩国 这绝不可能 对韩国来说呢 损害了中韩关系 代价去讨好美国 然后呢 让中国去什么 去填你韩国 这绝不可能 韩国此前公共的出口数据 连续12个月下话 已经说明问题了 这种情况下 你韩国有什么资格 跟中国摆架子呢 这不是苦还没吃够吗 还在嘴硬啊 那我们去试图 你玩过来就想要 你玩过来就想要